好,我們現在要來把這個 Untitle One這個外界式的硬碟來把它格式化 那我們可以先把它開簡介看一下 它是Windows NT 檔印系統 NTFS 所以這個微軟的 Mac 的系統它只能讀不能寫 所以我們要來把它處理一下,格式化一下 那好像是從工具 突然找不到工具 喔!其他 其他裡面有一個磁碟工具 那它會載入磁碟 那其中一個是我們剛才的 我們先看一下 微命名 這個是500G的那一顆 那這邊有一個微命名的 是120G的NTFS的 對,那我們針對這一顆來把它格式化 那...怎麼格式化呢? 嗯... 好,這邊有清除 那可能要選對了 對,Windows NTFS的清除 那選擇的格式 那名稱可以給它 命一下 比如說 Mac Mac 包個位中文好了 外接 120G 那它這邊有幾種格式 如果是你只是要給Mac用的 那就選它預設的就好 那如果說你是要跟Windows其他的通用的話 就選這個 EXFAT 那我這一個目前就需要 只是單純給 Mac用的 好,我們先來試試看這個 然後選完設定名稱和格式之後按清除 它就會開始清除 那清除完之後應該就OK了 完成 好,那我們把它打XX來看一下 好,這裡就有一個Mac YG120G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簡介 好,那它是格式就是 變成Mac OS擴充格式日誌式 好,這個就是格式化